大乡三年 我无时无刻不感受到 党 祖国 还有人民的关爱与温暖 习主席关心我们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危 同样也把我的事情挂在心上 让我深受感动 我也感谢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相关部门 对我的鼎立支持和帮助 他们坚定地维护了中国企业 和中国公民的震荡权益 回首三年 我更加明白 个人命运 企业命运 和国家的命运 是食指相连 祖国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只有祖国的繁荣昌盛 企业才能稳健发展 人民才能幸福安康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 我以祖国为傲 作为一名奋斗的华为人 我以华为为傲 艰难 方贤永逸 磨砺 使得 欲成 所有的挫折 与困难 感激与感动 坚守与担当 都将化作我们 前进的动力 和拼搏的勇气 我们坚决拥护 以习主席 为核心的党中央 忠于自己的国家 热爱自己的事业 在政府的管理规则下 努力发展好企业 为国家 为社会 多做贡献 国庆 即将来临 提前祝祖国母亲 生日快乐